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力的朝大钟敲下去 大钟发出厚实响亮的声音 小偷吓了一大跳 想着 糟糕 声音这么大声 大家不就知道我在头钟了吗 万一有其他人要来跟我抢 那该怎么办 他张大双臂抱住钟 试图让钟声停止 但是钟声依然想着 小偷非常心慌 不由自主地用手盖住耳朵 咦 钟仙变小声了 小偷更使劲地捂住耳朵 高兴地说 太好了 几乎听不到钟声了 他立刻进到屋内 从衣柜中翻出一条手帕 撕成两半 做成两个布团 当成耳塞把耳朵塞住 然后 拿起石块再用力一敲 一大块中的碎块掉落下来 小偷暗自偷笑着 太成功了 一点声音都没有 小偷得意地心想 这样子就没人听得到钟声了 附近的人听到钟声的声响持续不断 觉得很奇怪 纷纷出来查看 当然 大家立刻就发现小偷的恶心 最后将他抓起来了 看完故事后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小偷很笨呢 竟然以为堵住自己的耳朵 就好像也堵住大家的耳朵 便毫无顾虑地砸钟 难怪立刻就被抓住了 后来 炎耳盗铃就延伸指 妄想欺骗他人 结果却只是欺骗自己而已 听完故事后 你还记得炎耳盗铃的故事吗 现在就让我来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 炎耳盗铃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元气 有一个小偷想偷一口大钟 但是钟的重量太重 所以小偷想把钟敲碎 再分块搬运 过程中 一敲钟就发出了响亮的声音 小偷吓得心慌 捂住自己的耳朵 发现原来捂住耳朵就可以听不到钟声 故事的结果 小偷认为堵住自己的耳朵 其他人也不会听到钟声 便砸了钟 最后还是被听到钟声的众人给抓住了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炎耳盗铃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是你需要搬运一口大钟 你会敲碎再搬运吗 还是你有其他的办法呢 故事中的小偷对终生采取逃避的态度 你的生活中也有想让你逃避的事情吗 你是如何处理的呢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朋友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咯 今天的成语 炎耳盗铃 是指妄想瞒骗他人 结果却只是欺骗自己而已 主要会使用在 用来表达隐瞒欺骗的情境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炎耳盗铃可以怎么使用吧 如果不去努力 只会用谎言自欺 就是炎耳盗铃 硬要将违法的搜刮 说成是合法的借贷 岂不是炎耳盗铃的做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与炎耳盗铃相关的词有哪些吧 相似的词有 字欺欺人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同学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